我们看到煤气去年的盈利是跌25% 赚了69.6亿 扣除投资物业的重沽的税后毅力是67.6亿 跌7% 末期期是拍23仙 另外每20股送一股的红股 去年本港煤气销量是下降2.8% 煤气就预期今年本港客户的数目将保持平稳的增长 又指本地的营商环境充满挑战 集团会采取开源节流以及削减成本的措施 其实大家很多香港人 大家其实都会买这个煤气作为收息 看到在这个红股方面 有基本上的虚拯一半这样的一个幅度 大家其实内心当然都会觉得说 这个蛮恐慌的 看到了它这个跌幅也蛮大的 是下跌9.33%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煤气公司有说未来可能开源节流啊 好像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非常的不景气啊 那您会觉得说后续会不会真的是像这个大家所担忧的这样 最近就是看见港股跌了那么多的话 也有蛮多的一些散户问我如果是公用股的话 煤气还有中电应该要买那一个 我就是已经跟他们说一定要买中电 不要买那个煤气 因为我已经预计到就是煤气它就是会减效派那个红股 那现在昨天也是又公布了那个有关的消息的话 就是蛮希望的 因为我可以说现在蛮多的一些 就是年级比较大的一些散户 他们喜欢买就是中电或者是煤气 他们派的戏比较好一点 还有煤气过去的时候真的是给人一个感觉是比较稳定 他有那个红股还有那个派系的话 就是很多人放在一边也不会看他那个股价 那我跟你说现在就是传球的那个共用股的股价 也跌了那么多的话 唯一我们看的就是派系率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才不会卖他的股份 所以我才会放在这里也不会放他的股价跌了很多 但是你看一下就是煤气 现在说他减小了卖那个红股的话 就是蛮担心的 因为你看见他股价现在已经回到那个那么低的那个水平 最低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到13块这个水平 然后现在说减失也太小了 然后我们也知道现在已经传球呢 也大入到那个减失的那个环境 所以很多人也很喜欢买一些共用股 但是对比的话他现在减小的话 一定有蛮大的一个影响吸引力 所以我自己说如果真的是要挑一些公用股的话 一定是挑那个中店 然后也看见中店现在已经回到70块这个水平 也就是蛮吸人的 然后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也看过就是 如果就是传球真的是美轮储 他做那个检视的决定 那个QE真的一致做下去 今年也做下一年也做的话 其实呢中店他的派息率每一年也会增加的 所以中店如果就是我们也看见去年的时候 他的盈利那方面有影响 也就是因为他澳大利亚那方面的那个盈利 那个业务做了那个波贝 但是他也没有减小他派息的那个情况 但是煤气现在做的话 真的是让人非常相信 所以说为什么他今天的股价 到现在广股已经反弹到900多点 他现在还是在跌9% 你就可以知道他减小派那个红股的影响是蛮大的 对 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有很多选择的时候 大家就更不会选择他 可能都会有很多人因为红股的这个事情离场 所以看到煤气最新的一个报价是13块2毛2 今天下跌目前的幅度是9.47% 那看到这个煤气业绩之后呢 也被大行降低了目标价 瑞信就直言说 煤气的业绩是逊于预期之余 10送1红股惯例改为20送1属于负面 也是令外界相信集团终止每年加派息议程的做法 那花旗呢就维持了一个孤售的建议 指出煤气的业绩以及调整送红股比例 并原本防守性的股份 具备高估值的情况不再成立 其实大行的观点跟您刚刚分析的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红股这个消息对于它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不利